观念就是这样,反正它就是一个页面 那有点像是那个 如果你是网页的话,它有点像是一个 像书签的概念,boomark的概念,然后呢 它可以连接到其他页面,特别注意如果你点击的话 可以连接到其他页面的话,那表示你这个地方是ok的 连过去 那当然呢,这边也可以连到第三页 还可以连到第一页,这个最后如果ok的话 那我这边多一个东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如果说你要回back,这边多一个back按钮 那实际上,以往你要增加一个 在enjoy App里面开发,要增加一个按钮 或者是说你要去更改上面的文字等等,其实很麻烦 那其实如果在那个 这个phone gap里面非常简单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其实如果要增加,比如说我希望在 第2页跟第3页增加这个按钮 这怎么做出来的 你想说这个光这个位置,摆的位置 就很不容易 不过其实在 phone gap里面 他非常的简单 怎么做呢 第1个,我希望在第2页做这个动作 其实你第1个,先把第2页选一下 第2页要怎么选 基本上就是 他实际上是一个 DIV的一个版型 一个框框 那你基本上你可以把游标放在选他 或者你游标放在页锁的位置也都可以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上方会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这个adobe 这个叫browse的lab 这个这个页签 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标签 检视窗 好 那也就是说呢 他会把 JQuery Mobile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其实呢 都帮你放进来了 以后你只要需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呢 就是 看懂上面标签是什么意思 你就可以设定出来了 比如说 我举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我要在这上面加第2页加一个按钮的话 其实基本上这个按钮怎么做出来的呢 基本上 我就游标先放在这一页或者选取 选取他 然后呢 再到这一页里面 我知道说他会有一个 页签的名称叫做 back button 就是 回上一页的button 那你只要知道说 这个是他要回增加 回上一页的那个 算是一个一个 css 就是一个 功能 那我可以怎么样的把它选取 就是点他之后呢 在后面呢 他会跳出让你问你说 你这个功能要不要增加 如果预设是false 不会有这个back的按钮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新增的话你这什么把它改成处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back按钮就出来了 另外的话呢如果第3页要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在这边也增加为true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save一下 ctrl加s 就直接 再浏览器 预览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第1页我没有加 第1页有加 所以back出来了 第3页有没有加 back出来了 那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往后 如果你要去 改变他的外观的话 真的很简单 甚至后面还会再讲 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这些都变按钮的话 非常简单 预设你会发现 我们在预览的时候 他这个 在网页上ok 可是基本上以后 我们在手机上 你这个这样点 很难点 手指头又不是滑鼠尖尖的 所以你会很难点 而且很容易点到别的 所以最好一定是什么 一个button 一个大大的button 按下去绝对不会错 因为你你这样点随便点可以点得到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变button 其实 非常的简单 以前要写程式的 现在完全不用写程式 你只要知道一个功能 点他之后 把它也是一样要看懂这些 那这些的话基本上在你们书上第3章都有 所以请各位回去可以稍微翻一下第3章 然后呢有一个标签的名称叫做 Data Row Data Row Data Row意思就是要角色 也就是这个超连结的角色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点下去就知道 随便拆也拆得出来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按钮的话应该是哪一个 就这个嘛 就button 对不对 点下去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变成button 把它save一下 储存一下 我们看到变button 就这么简单 以前要做一个button 又很头痛了 而且又要写程式 按下去可不可以连结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变成这样子 其实连来连去很快的 你可以把什么 把这边通通变成Data Row里面 把它变成button 这边也可以Data Row变button 其实就很简单嘛 如果你更聪明的同学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他到底加什么 以后呢 自己在HTML语法里面 去加就好了 他实际上是加上了Data Row的 然后加到这边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Ctrl C 然后连这个地方 放到哪边呢 放到这个的前方 Ctrl V 贴上就好了 有没有 这边放在哪里呢 放在Data Row的这地方 空一格 Ctrl V贴上 就表示说在超连结前方再加一个 按钮OK 那把它浏览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 请 今天至少 反正你就是做出这样 有没有 这个有错对不对 应该是贴的位置 应该是放的瓜糊错了 有没有 上面 这边的话 有没有 这个括号 这个应该是空白才对 不是括号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 Data Row 然后最后是一个瓜糊 然后再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 所有的 这个 以前的这个之前的超连结看一下 这样OK的 没有 也有一个back button 所以基本上我都没有做什么 写程式的动作 但是界面全部都做出来 再来就颜色被更改 可以啊 你什么颜色都可以更改啊 两三下就全部做出来 而且这个效果 哇 感觉起来 还还OK 基本上 你 一般 不是很内行的人 你看 不错 其实根本没什么 就是建一个网站 传上去下来 就是一个app 所以基本上你说 那你将来再 再做一个qr 两三下 两三下基本上你们现在应该 公司好像一定都有网站 你很快也可以把它变成app 啊不过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把它变成 app 那我们需要几件事情 所以如果上礼拜同学没有来的话 一样 就是到哪边呢 到 这个 我建议各位回去 请各位务必 去看一下我这个懒人包 其实我都已经整理的这么详细了 有没有在我的那个部落格吧 你就搜寻吴老师 里面的那个 这个这个地方 懒人包 这边有个叫 anjoy的懒人包 其实之前我有上过 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都在这边都有了 在最下面这边有个phone gap 我分别在像那个海洋 技术学院 跟那个原字大学 这边都有了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先看 原字大学上课的 第二次 第三次 而且你会发现 像我第二次 里面讲的东西 也许就下一次上课的东西 我也有图了 所以如果你实在不清楚的话 你也把它点开来 对不对 这边没有图吗 很清楚吧 我要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个一个 下一张图怎么做 因为其实 其实这个 phone gap 难学的地方就是说 你功能会找不到而已 你如果熟了之后 其实根本不太需要写什么样程式 你的app就做出来了 那这些重点我有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后面 各位可以先参考一下 其实在上面可以加按钮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懒人包 我刚讲这个 enjoy的懒人包 如果你对写java有兴趣的话 这边也非常多 然后enjoy 所以正照这边也一堆 还有 之前的那个上课enjoy的开发也这么多 OK 所以 而且这个如果你在Google一下 Google里面很容易就找到我的东西 因为 这一篇好像蛮多人在看的 每天我都看一堆人 就是连接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这可以连接到 相关的东西 这里面的话 等于是你要学的话 也学不完 OK 好 那再来就是说 请各位一定要注册一个 我们等一下要讲就是说如何把刚刚的结果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App 那我们需要连接到一个网站 那个网址 如果上礼拜没记的话就记一下 Build 这要个Build 前面打一个 Build Build phonegap.com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进来之后的话 你需要先建立一个 ID 一个 那个 Adobe的ID 进来以后的话 那我们利用这个网站 如果你已经有注册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到Sign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再注注册了 注册我前面有讲过 你就选这个free的就对了 如果你将来有赚到钱 你就再去申请这个 要钱的一个月要 大概10块钱美金 你可以选free的 free的里面的话 因为他需要一个 Adobe ID 也就是说你可以 你可以 create一个 Adobe ID 他会需要你给他一个什么 Email账号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给他一个 Email账号 我都是用Gmail 然后加上你的first name 就是你的名字 加上你的 Less name 就是你的 信 然后 打一打之后按create 就出来了 再来 Sign 直接登录 我们必须要登录 一个 账号 这个是我的账号 然后登录之后的话 再来 就可以利用 这个网站 帮助我们 把 网站 变成App OK 所以这个网站的话 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 怎么做 第一个请各位 就登录到这 至少要有一个账号 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变成App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谢谢大家